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列子预言 启人忧天 启人忧天 启国有个人 担心天要塌了 地要陷了 没处安身 愁得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有人看他发愁 就劝他 天就是聚集的气体 到处都有 你整天行动呼吸 都在这些气体里 怎么会塌呢 那人问 如果天就是聚集的气体 那么太阳 月亮和星星 不会掉下来吗 劝他的人说 太阳 月亮和星星 就是能发光的气体 即使掉下来 也不会伤人 那人又问 如果地陷了怎么办 劝他的人说 地就是聚集的土块 充满各处 你整天在地上踩踏 行走 怎么还担心 他会陷下去 那人听了 放心了 很高兴 劝他的人 也放心了 很高兴 这个预言来自列子 列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和文学家 启人 忧天 现在是一个常用成语 指不必要的忧虑 也有人说 启人 是中国历史上 仅有的几个关心 基本问题的人 之一 牛顿 不就是在思考月亮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吗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启人忧天 启国有个人 担心天要塌了 地要陷了 没处安身 愁得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有人看他发愁 就劝他 天就是聚集的气体 到处都有 你整天行动呼吸 都在这些气体里 怎么会塌呢 那人问 如果天 就是聚集的气体 那么太阳 月亮 和星星 不会掉下来吗 劝他的人说 太阳 月亮 和星星 就是能发光的气体 即使掉下来 也不会伤人 那人又问 如果地陷了 怎么办 劝他的人说 地 就是聚集的土块 充满各处 你整天 在地上踩踏 行走 怎么还担心 他会陷下去 那人听了 放心了 很高兴 劝他的人 也放心了 很高兴 好